上周四川省甘孜州阿坝州连续发生藏人被开枪打死的事件 中共媒体指责那是由所谓的反华分离主义分子挑起的 不过最近与四川相邻的西藏局势也趋于紧张 中共当局大肆增兵用接近戒严的方式严查过网人员 事先抓捕了很多藏人 中共媒体《中国日报》2月1号援引四川省官员的话说 上周四川两起冲突有两名暴徒被打死 24名警员和消防员受伤 报道声称那些骚乱和攻击行动都是事先计划好的 是由反华的分离主义分子挑起的 但藏人流亡组织驳斥了中共的说法 表示警察先后三次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 造成7名抗议者死亡 他一直不承认自己的政策有问题 他一直不承认为什么藏人每一代都在反抗 就像那个广东的乌坎 他也说是境外势力 那个境外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是由于土地就被引起的 他也说是境外势力 李江林指出 中共对待西藏民族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 就有一个模式 就是藏人一有反抗就镇压 镇压完了再悄悄地平反 再有反抗意见又高调镇压 以后又给些补偿 现在四川藏区的紧张局势到了西藏 西藏日报近期报道 中共拉萨市委书记齐扎拉要求公安部门 加强对寺院和道路的监控 特别是围绕国道沿线 重点寺庙和重点人物 他宣布自3月1号起 凡进入西藏的人员 必须携带身份证方可进入 有人揭示在新年期间 开车去拉萨 通过了18道安检 途中还被武警拦下检查行李 查看有无移动硬盘光盘 连衣服内衣裤也搜查 而在近藏公路上 有许多行驶的装甲车和军车 拉萨已接近军管状态 到处都是巡逻的军警和装甲车 警员都配发冲锋枪 CNN记者也试图摸黑绕山路进入西藏 一路被公安跟踪监视 更显示西藏情势的微妙 张伯树认为 藏人长期的抗争 与藏民的宗教文化政治基本权利 没有落实有关 管理者应该找自己的原因 李江林指出 藏人希望自治 这是冲突的根本原因 李江林认为 中国只有民主化后 才会有助于西藏问题的解决 西藏之声2月1号表示 西藏卢霍县百名藏人遭到逮捕 拉萨百名藏人被集体带走 与此同时 藏区的紧张局势 北京也受到影响 日本时事社2月1号在报道中说 北京公安局发出紧急通知 要求旅馆在藏族或维吾尔族人入驻时 立即跟派出所联络 新唐人记者长春、宋丰、薛丽采访报道 王法尔族人记者长春、宋丰、薛丽采访报道 王法尔族人启访报道